那我的部分就是除了肩頸一樣 很僵硬之外 那我之前就是啦啦隊 然後有受傷過 所以我的鎖骨之前錯位 天啊 就是整個會凸凸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有去看過醫生 然後也針灸過 中醫啊什麼什麼 按摩也是全部都調好了 但是我現在就是用左手抱小孩 所以我只要一抱 就是抱久了之後 就是有點舊傷就會復發 就是常常 只要手就是舉不起來 然後整個肩膀就很痛 然後每次去看醫生 他就說 你就是肌肉太緊了 按一按就好了 可是沒有 你一抱又開始又很痛 對 就是一直這樣子 一直重複 然後其實沒辦法 肩膀這一塊真的很難好 對 真的 真的很糾結 我只不過有一次去年 在那個美國的健身房 然後呢 在地上做一個這個動作這樣 然後下來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分性就 拉了一下 到現在還沒好 真的喔 然後我中間找人家按 找人家弄什麼都完全 然後這邊整個是 是緊的 所以我肩膀一直都弄不好 所以我覺得肩膀一受傷 真的很可怕 其實不只肩膀 任何部位的痠痛 尤其拉傷受傷的話 你沒有好好處理好 的確容易 就是 容易一直緩和緩和的 對 但有時候不是不會好 而是因為你接下來 都沒有好好去調整你的姿勢 那我有所謂的 痠痛五步 五個步 姿勢不對 用力不當就是 像你那個就是用力不當 第三個是 因為你的肌肉力量不夠 所以你平常日常生活 站 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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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動坐的時候 就沒有不夠 就容易引起痠痛 第四個是現在的很常碰到 久置不動 一坐坐太久 一躺在那邊 追 去一追 追一個鐘頭 一定有腰痠背痛 那是也有第五個 是比較值得同情 就是 勞勞不休 勞動的勞 過度勞動 像你剛剛講的刷卡 你只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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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心疼 這個動作很恐怖 很多職業傷害 她的職業要重複做 就很容易痠痛 那我們都是勞動 對 很棒 是勞動 妳覺得身為前啦啦隊員 這個運動的痠痛 跟當媽後的痠痛不一樣嗎 我覺得如果運動的痠 其實那時候還很年輕 可能睡一覺還是舒緩就 就沒了 可是如果是受傷 它真的是會 像我之前也是腰拉傷 然後一直延續到我懷孕 然後生產之後 我到現在腰還是很 很受傷的狀態 只要運動的姿勢不對 我就是可能要 就有開始 腰傷很久 對 尤其是當媽媽 妳有很多動作 就是例如說 妳要 她不是 她沒有辦法讓妳休息 所以 因為妳就很痠 妳每天還要面對這個 真的 就已經不是放鬆可以見面了 啦啦 這個是很幸福的時候 過了十年以後 妳就很懷念這個時候 沒關係,還好 沒關係 十年後再說 對,十年了 十年後再說好不好